现场消息来关心新北三只的恒山国小 就在昨天下起暴雨之后 传出学校的墙面支撑不了 整个都被冲垮了 到底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蔡俊奇 俊奇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今天来关心山土额台风 带来的风跟雨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尤其北台湾灾后的状况 也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只的恒山国小这边 帮你看看最新的灾后现场状况 在靠近后山 也就是教室旁边的这个墙面 现在已经是崩落得非常的严重了 尤其可以看到 其实这整块大面的墙面 全部都随着这一个上面的 这个三十被雨冲刷过的痕迹 所以全部都崩落下来 包含了非常多的石块 全部都堆积在地面上了 好 那可以看到墙面上 里面其实被掏空的相当的严重 原因就在来说 其实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导致呢 其实原本它是顺着墙面 这个滑落下来的 但是呢 其实因为由于呢 这个里面有可能是有被掏空的太严重了 所以呢 这个墙面就整个顺着这个雨水 全部都冲刷下来了 那当时呢 其实礼拜五的时候 恒山国小是有上课的 当时学校还是有学生以及老师 所以呢 校方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之后呢 就赶紧来疏散学校的这个学生 大概是56名 老师则有21名 那现在呢 周末假日的时间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校方也都还是呢 特地来加班 赶快要来 比如说像是清理跑道 因为当时呢 其实水还是有淹到呢 这个跑道上面的 所以呢 他们现在呢 来紧急呢 来赶快在周末的时候 来赶快恢复校园的模样 赶快恢复家园 以上是现场最近情况 时间镜头 交款同类